很多人常常梦到鬼啊 梦到是家庆建树啊 机会就多了 为什么呢 求你帮助超度啊 你要是梦到家庆建树 在七月之间超度发会上 给他立个排位 他就是来求这个 我们要懂得 要帮助他 这是地藏经上说的 你们念地藏经 那求帮助对吧 他为什么不求别人呢 别人不到居士林来 他求他们用 你们肯到居士林来 求你有用 你就要帮他立个排位 我们听经读经 给他回向 为什么到鬼道里去 他念鬼啊 他就变成鬼了 谁念鬼啊 虽然没有念鬼啊 他实质上念鬼 鬼是贪心 他天天想着贪 贪就变成鬼 所以念他就是念鬼啊 念成恨 念嫉妒 那是念地狱 很麻烦的 不可以啊 我们一定要把念头转过来 念佛 虽然不念阿弥陀佛 念什么呢 念真诚 念清净 念平等 念觉悟 念慈悲 这就是念佛 你发愿求神 极乐世界 你决定 我生 如果口里头念阿弥陀佛 一天的完念诸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天念几十万身 心地都是虚伪 见人都说假话 没有一句真话 心里都不清净 不平等 不能我生 古大德讲得好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寒破喉咙悦然 为什么呢 一念佛是行事善念佛 你心不是佛 念这个字 诸位看清楚 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 念上面是经 下面是心 是说你 现前心里头有佛 那叫念佛 不是在口上 换一句话说 你的心跟佛心一样 这叫念佛 佛是什么心呢 佛是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你有这个心 你念佛就没有中断过 佛是什么行呢 看破放下自在随缘 念佛 那是佛的心 我们心是佛心 行是佛心 哪有不做佛的道理吗 一切法重新享生 你这一生就决定做佛 你这一生就决定做佛 我 我 你这一生就决定做佛